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请您来是源于最近我在研究一个人 这个人我觉得很遗憾 我跟身边不少人打听 居然现在有很多人都没听说过这个人了 可是我觉得太不应该没听说过 这个人叫连阔儒 我父亲 就是您父亲 为什么我要讲讲他 当年有这么一句话叫做千家万户听评书 境界境相连阔儒 这评书艺人叫境界王 为什么呢 电台只要一播他说的东汉演绎三国 街上没人了 其实就是我接触评书也是这么接触的 因为我小时候我父亲不让我听说 根本不让我们接触这行 就觉得好像就希望我们 因为他从小没有文化 就希望我们能读小学中学大学到出国去学 我们本来是当一数学家的 数学好 后来就不让我们接触这行 我也是每天下学哈 小小学的时候下学 就理发馆呢 那喇叭是正好中午播我父亲评书 我也是从那开始才听到的 摇旗马五五层旁动帽 一休善心日平临寨 诸会回音何人何也成本操心 王方王旷 二马一刷的马 也是从那开始 我没我没到过 就没父亲说书 评书 但是您就在电台里的听到 对 我也没想书馆去 本来他父亲是不教他 还是周恩来总理 就是说你也别传男不传女了 你得有传承的人呢 就传女儿 其实现在看出来 好像这个DNA 这个遗传因素 我哥哥随我母亲 就是我从长生各方面都随我父亲 看见了先天基因的注定 所以我哥哥本来是学评书 但是他到死也一句都不会说 我父亲教我学说书 好像没那么太费劲 一个是本身爱 另外一个出于一种 陪伴我父亲多年 给我这么一种感觉 就我必须要做 必须要说书 而且要说好了 所以现在我觉得我做的一切吧 都在我父亲证明 就是证什么 就是这个正确的证 证什么名呢 证他对评书的热爱 证他的人格 证他为什么要把评书说的这样好 他为什么能够在 就是在北京解放 中国解放前后 他为什么能够威震北京 一提起连口如没有 不知道的 现在就有的同学说 跟我用你是连先生的女儿 跟我是同学都感到非常骄傲 为什么 他为什么那么受到人们的尊敬 所以现在通过几十年的 这个潜移默化 以及我在回忆的思索 在经过这些政治运动 给我的回答就是 我必须学他 我必须去做他 他这个父亲的这一生 我为什么特别感兴趣 他是说的是这个说书 我觉得他的一生 本身就是特别传奇 你就没见过这样的人 也就上过两年小学 对 两年私书 对 文道 我跟你说 这个连阔如这个人 你晓得这么大的时候 江湖葱潭 对 他写的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时候 北京刚刚有那个电台 什么东西 他的活动时间 一般上世纪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 这个这个年 他是最早上电台的评书艺人 而且你说这个人的身份 当过药铺里的伙计 对 当过流浪汉 当过算命先生 就摆摊算卦 还没做评书之前 学评书之前 学评书24岁 因为我父亲生下来以后 他牧生 就是我爷爷就去世了 他没见过父亲 他没有得到过父爱 从小的就是我母亲的 就是我父亲的母亲 就是我们那时候叫太太 我们满族人 我太太就在一个王府里头 给一个哥哥梳头 不是哥哥 因为那点哥哥 哥哥梳头 这那时候的哥哥嫁不出去 你想他身份不一样 特别不好嫁 所以他就有时候给我 我太太一个如衣 或者是赏的一个什么东西 他就积攒那么点钱 我大爷是做门甲 就是义和团那时候 我父亲 我大爷还做门甲 门甲 门甲就是在五门前面当兵的一个小班长 对他的门甲 然后他做个笔贴士 笔贴士等于现在的翻译 做的秘书似的 秘书和文术 就是这类的职务 所以他有一定的文化素质 但是他没见过 我父亲没见过我爷爷 后来就是我这个大爷 是我头一个奶奶生的 我的奶奶是续贤 我还有二大爷跟我父亲 我二大爷跟我父亲从小呢 就是因为 我爷爷爷也没有了 我母亲 我父亲的母亲 就是我奶奶 在人家给人哥儿家梳头不能回来 我大爷当门甲 所以就这女儿俩的很可怜 养活这哥儿俩 就在亲戚家寄存 非常穷 冬天穿不上棉鞋 都穿的片鞋 北镇管家交片鞋 那他就是在这个泥土里滚爬 所以他从小 这些江湖上的事 他就逐渐的就磨练出来了 走江湖啊 他就是你看干过这么多 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 我跟你讲 就是一个没受过什么教育的人 他真能当得起 就是行万里路 读万卷书 为什么呢 到后来还当自由撰稿人呢 跟你同行 而且他还做过民生报的记者编辑 后来有人查出来 对对对 另外呢 还是就取一届 他最早叫当年叫连阔儒广告社 你知道吗 他在电台有40分钟的时段 很多老听众都还记得 他那个时候做广告 就喝一口茶 咳嗽两声 什么什么钱门外大街 哪哪哪 他家有西湖龙井 小夜大方 所以说现在这明星做广告 这连阔儒 这当年的解放前 30年代的时候 这有名的连阔儒广告社 这做广告 我觉得这是一个生命力 那个和竞争力很强的人 你说他光评书 他涉足很多件事情 到最后在这个报纸上连载 就是你看连阔儒遗住 叫江湖葱坛 就是那些地摊上江湖上 卖假药的算命的 这些个骗人的 就还有一些这底啊 都给揭出来 他实际上是一生的积累 因为他小时候这么穷 后来呢 我大爷就给他安排到一个 照相馆去学照相 对 还照相馆 那么照相 他上照相馆 学照相 后来照相馆呢 那个倒闭 就改成一个饭馆 他这人呢 非常非常自尊心非常强 就让当时有一个 有一个客人 吃饭带着一个傻儿子 这傻儿子留笔笔 让我爸爸拿手绢去 给擦笔笔 他就在这人格上受了侮辱 后来呢 就是这个人呢 就拿出一个整的钱 掌柜呢 让找不开 让他到银行去换钱 我父亲说我这一辈子 就做了这么一件 魅心的事 我实在忍不住了 拿这些钱我就走了 到天上了 那时候还很小很小的 从此就开始隔离家庭 自己闯荡江湖 然后呢 就在油盐店也学过 而且学过药 在药店里学习 你掌柜的非常小 他太聪明了 我父亲的一生的药 的知识 都是掌柜的教会他的 皇帝内经啊 他就读 他全都记得住 后来回来开过北洋药社 他自己会做药 什么都干 而且他在天井里边 就接触这些江湖 你看他写着江湖冲坛吧 所有江湖的骗局 都是他亲临现场 哪怕我上一次当 我收一次骗 我到底摸清楚 你怎么回事 我不让别人再上当 我把它写出来 到后来说是 这个人家道上的人都不干了 就不干了 威胁他 对对对 我有一个师叔叫阿国群 他会点武术 我那个阔子辈的 我父亲连阔如 叫阿国群 就老保着 我父亲刚刚是一阔如 我这点事写出了以后 好多人惦惦打他 然后呢 就程彦秋先生 就是介绍我父亲 拜了罪鬼张三 学习武术 当时的武术家 为了保卫自己 但是他虽然学武术比较晚 但是学的武术 学的相当不错的 我记得后来有一次 就是那时候我 刚开始学说书的时候 十七八岁大姑娘 我年轻时候也不算难看 两个大爷爷 美女 我看了照片 那个书的大辫子 那就当时就是做那宫 其中有一个男的喝醉的就往我身上靠 那个我父亲下车的时候 巴下去揪住 那个男的也就二十多岁 我爸妈那时候已然半身不随以后了 一下巴就给人撂过来了 他就如果啊 要没有是这个武功的底子 没有武术的底子哪行啊 而且你看 他学武术在他的评书里有表现 所以啊 我就这个看这个连阔儒的这评书 我才懂点 咱就是不会欣赏评书 评书听 怎么表现 比如说这个 我跟你说 评书啊 我才明白一个人就是一台戏 他了不起的地方就是这 比如说小开门吧 可能是坐在这 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动作 你想他练武术 他就攻架十足啊 甚至这踢腿 这腿真的就踢起来了 演谁 张飞就是张飞 关羽马上啪就换一个人 就是关羽的驾驶 关羽的声音 这个东西了不得呀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觉得这个 我特别佩服这个连阔儒先生的是什么呢 他是曲艺界的大学问家 甭说这个社会上的学问 这个人哪 有钱就读书 你说他什么书都读 而且呢 比如说这个 跟很多知识分子 当年这个吴寒 包括郭沫若 比如说郭沫若写一个 为曹操犯案的文章 他就跟郭沫若去请议 去交流 就真的他要说三国呀 他就研究三国 读三国志 读这个历史 我跟你说 多一道 我父亲呢 是个藏书家 他一生没有嗜好 不抽烟 不喝酒 不爱打扮 爱看书 爱看书 爱买书 我们家所有的 就是三间书的那个上房 那个一通联 当中那没有隔断 全都是书柜 他一生的积蓄都买了书 后来就文革当中不是书都给 我们家当中没被抄啊 因为我父亲人缘特别好 接红邻居都说的 不能抄连线人 连线人有钱就给别人花 他们家没有钱 我母亲人缘也特别好 所以我父亲没爱过打 我们家没爱过抄 这是一个就是群众的保护 这是群众的 群众的保护 因为已然给他看 那他就右派 办学习班什么的 这个去交代材料 交代材料 我都是帮着他写的 但是他为什么 就因为他平常做人做得太好了 所以说他这个是个藏书家 后来文革以后不是落实政策吗 那个吴晓玲先生 说就把我叫去了 说是社科院的研究员 对对对 因为我小时候老上吴晓玲先生家玩去 我管他叫叔 说我爸爸送给他一套 道光年间的三国版本 他从西藏回来以后 买了两套 从昆明送给他一套 就是你父亲的三国版本 40多种版本 国家图书馆都没有 好家伙 全都没有了 当时我是看见过 因为我小 我有的记得 像夏活渊的女儿在那踩桑 然后张飞骑马过去 抢夏活渊的闺女 这个做媳妇 这些东西好多现在人都看不见 我看见过 因为太小了 那个文革当中 这些书就全都没了 如果后来吴晓玲 叔叔说的 如果把这些书都要回来 你们家几辈子吃不完 那三国都决版本 40多种版本 国家图馆都没有 所以您父亲 尝这些书 就是为了要更精进 他的评书艺术 是吧 比如说三国看那么多版本 这故事就能用不同的角度 用不同的人物的这个他的不同的遭遇来把它做 对他开卷有意啊 对吧 你看他说三国那个毛宗刚辟 今生看批 然后他学习各种版本 你看我听我父亲三国演义 连评 带说 带拉 典功 你听三国受到教育 所以为什么人家那么尊敬 我父亲说听连先生的书 不断增长了历史 只是还得到人生的教育 比如说像刚才说 这个郭沫尔先生帮这个曹操翻案的时候 那么连先生要知道这事儿 就是比如说因为一般来讲 大家都觉得曹操就是坏蛋嘛 对不对 在原来三国演义 但是如果你现在对他的理解 比如说复杂了 就发现他不是原来说的那么坏 那你在说的时候 那个人物就复杂了 深度就多了 连派的评书关键在点评 你看我父亲 评字是金 评字是金 这个这个如果说 为什么叫评书不叫说书 没评就叫不叫评书了 光说书说个热闹 对吧 评是最难评的 你看你演任何 你演电视剧 说我演曹操我就是曹操 我演刘备我就是刘备 但是说书人你是谁 你有立场 后来我到新加坡到美国 好多人记者采访我 说就这么一个人在这说书 没有任何服装布景什么的 你只穿着一个就比较精神的衣服就行了 也不化妆 为什么那么多人爱听 这门艺术为什么在中国还存在 我说评书这门艺术是任何不能代替的 任何门类不能代替 我有立场 那我说三国我在评点草子 让你心服口服 他既是为什么要是时代的问题 把他评为兼职 实际上曹操在当时是个大政治家 大文学家 而且是个大军事家 那么他文学家 他文学到什么程度 你得给人讲出来吧 三朝诗选 你起码得给你讲一个手势 没错 这连过游的一个特色是诗词歌赋 拿起那你就得背 到现在我拿起三国也就背 连背带讲带批 如果你没有这个用功的基础的话 你不可能达到这种炉火尽聚的地步 这就是以前这种文化 这种口述的诗人的文化 像欧洲以前不就有什么 银游诗人 河马 对啊 然后到了印度 那些人就是背两大使师 马马亚拿 那些使师 以前敦煌 我小时候看敦煌辩文 我说什么叫辩文 后来我看纪献林先生 他们在考证才说辩文就是 那些文 就是当年的那些传佛教那些人 讲经 是讲经人 讲其实也要代言 这都过去各种文化 都有这一套 就是这些人 其实是过去的民间知识分子 因为以前都文盲 那你就得靠这些人 跟你说一些这个文化里面 最精髓 最重要的经典 然后讲的时候呢 还要把里面的知识 里面对这个社会的价值观 什么 一套一套一套传说出来 中国人听这个评书啊 这是给中国人一个中间善恶 包括这个代言处事 他这是一个口头的一种叫 其实三国演义的形成不也是 罗冠东先生根据民间的传说 他在这些说书人 他在把它写成书 今天我们再把他的本子 拿出来再还原 所以评书的东西 我就我 我说实在 现在我在做 我在做我父亲的三国的继续 当然说我现在说书 可能是有些听众都认为 我说的很像我父亲 其实我觉得不可能完全像 一个他是男人 我是女人 另外他生活在什么年代 我生活在什么年代 我现在就考虑 为什么我父亲当时说书 那么受听众的欢迎 我就回忆 当时我跟他学说书的时候 那么现在我说书就要结合现在年轻人 社会人们的心肠他都在想什么 我们去点评 您觉得当时他为什么那么受欢迎 他就是关心 为什么能写出江湖重参 他关心社会 关心中国的历史 他要发扬历史 要关心现在中国的社会的一些现象 我是一个小人物 我怎么通过我的观察来写出江湖重参这部书 我把我的思想贯通到评书当中来影响一代人 我记得苏树杨老师就是在我父亲百中年的时候 关学曾 北京新书 关学曾老师 苏树杨老师 还有谁就是杜鹏先生 好多连好寿臣先生的少爷 好的元 他在美国教了那么多年 说他是我父亲的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他们就讲说连心影响了一代人 我到美国去讲课的时候碰见那个李刚老师他也说 他说我就受了连心的影响 所以我走上文学的道路 我研究中国的文学 连心教我们如何做人 所以我那时候我刚开始跟我父亲学说书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 我说您告诉我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评书艺术家 我要学评书 我就要跟您一样 他怎么说呢 他说你就告诉我一句话 你就学人情 懂多大人情 说多大书 那么人情从何来你去观察 你去学习 后来我父亲有时候他一道一道的 有时候他他那时候已然被打成右派了 精神很不好 但是因为我学评书吧 我又是他最小的女儿 他引起他一定的那个兴趣 所以他有时候跟我聊天 他就跟我讲 他说咱们中国是个传统的教育的国家 他说我告诉你 要交朋友 你要记住我这句话 你跟着他 好不说我上你们家串门去 你都为头 咱俩去上你们家串门去了 一进门 妈 林立如来了 你给沁茶 刚你没头就走 这样的人家 你甭跟他交朋友 他眼里连他父亲母亲都没有 你如果他进门怎么说 说妈 林立如来了 您陪他坐这说会话 我去给您跟林先生骑茶去 给林立如跟我的同学骑茶去 说这样的朋友 你就可以交 所以他就时时点点就说 现在我教我的徒弟 我也是这么讲 你吴子虚也说过 是吧 这个求忠臣必得孝子之门 如果这人不知道爹妈是谁 他能忠于国家吗 他能忠于这个事业吗 所以我们现在就说 作为公司老板也好 就说咱们咱们做电视 要选节目也好 你做你的同事也好 你要选谁 选一个 这种行销的人 他才能注重你的事业 对不对 他连爹妈眼里都都没有 你这种朋友叫做什么 中国的 我香港 我认识一个朋友 做生意的 他也是跟我说 他做生意做的挺成功 他就跟我说 他做生意的秘诀是什么 去看这个人 跟他做生意的伙伴 是不是跟他父母同住 不跟父母同住那些人 他说我不跟他做买卖 他说为什么 怕信不过 所以一个人 做生意做买卖 继续照顾父母跟父母同住 这种人呢 他说坏透了再怎么不可信 也是有个限度 所以他这里头都浸透着 中国人传统的 做人的这种关键 其实你说他这样的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连老师 枪枪三线行广告之后见 您刚才还讲到 说您这父亲从来不上坟 对对对 我父亲跟我说 说得 刚才咱们谈讨了 他交朋友必须要交孝子 那怎么不上坟呢 而且他就说活着不孝 死了瞎胡闹 那你孝顺父母 他活着说他需要什么 你给他什么 对不对 他需要你跟他聊天 现在我们好多人 工作特别忙 老说没时间 那么你把你的时间 腾出一点的去陪陪父母 他父母是个精神安慰 对不对 你平常老不陪他 最后他死数里有的人 甚至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最后你给他大半三十 弄一坟墓 弄一百万的一坟墓 管什么呢 所以您讲到这个 我也讲点 可能触动您伤心事的事 我就是看这个书 我觉得感慨不已 就是连阔如 五七年给打成右派 最后这样的一代 这个大家大师 这等于说是在 这个贫困潦倒当中 故去 就是说了一辈子三国 这临终前呢 让家里的孩子 说我想看本三国 你给我找本三国来看看 那个时候大概是71年吧 是就是在那个就是林彪还没死呢 洪海洋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候 家里一本三国也没有 那个时候哪敢去跟人借三国 就是等于临终前说了一辈子三国 自己想看本三国都看不着 你说这我就觉得太让人感慨 不但那样就是那时候以来 有一点生活费都没有了 他癌症死的 一点生活费都没有了 生活费都没有了 就是在家里边 那那就是迫害吧 政治迫害吧 现在一句话半句话也咱们也 但是他当年呢 是曾经就是刚刚建国后啊 这个其实这连阔卢啊 是我觉得是一心向党的 就是他比如说抗美援朝 他取义服务大队的队长 取义服务大队的队长 那个时候不是在朝鲜战场上 牺牲了一个小蘑菇 对的那都是小蘑菇 最后在天津葬礼的时候 我父亲扶的灵嘛 就是给志愿军去进行取义表演 对 而且为什么跑西藏去 也是为了说 为了宣传普通话 号召大家团结起来 这个做抗美援朝 宣传普通话 来让大家来捐献飞机 做的都是这个的工作 但是就这样一个人 你比如说某一天突然打开报纸 赫然大字标题 把他打右派 对 为什么 什么叫为什么 郁佳七岁和我 那个时候太多右派了 对对对 太多右派 现在好多人好多以右派为 是有个别的原因的 但是他这个打成右派之后 生活他还能表演吗 原来在没打成右派以前 他是中国取研究会的副主席 作会副主席 就等于现在中国取家协会 而且他是全国政协委员 北京市人民代表 他在社会上有八个职务 那打成右派以后 那个取服务大的队长 那么打成右派的时候呢 后来就是党代表 咱们中国开党代会的时候 发出清检 让连口儒去参加 实际上呢 就是要给他证明了 但是呢 底下打成把我父亲打成右派的人 就不让他去 当时他就没有 那时候人没有那种反抗心理 你不让我去 你没有权利 党代表大会都要求我 那就只能不去去说书 而且就说书的时候 也然他们那时候 那时候一月的工资是300块钱 很高了 等于是国家专家级的待遇了 后来到说书了以后呢 就是 所以后来好多评书演员 现在都觉得特别伤心 唱西哥大鼓的演员 都比评书演员高 为什么给我父亲评书 定的那个级别是113.75 那你说了在